宜蘭縣新生慈善愛心會 慶祝成立30週年 日前特別舉辦捐血活動 號召鄉親踴躍捐血 來充實宜蘭雪庫的安全存量 我們已經辦了30年了 那我們今天因為30年擴大舉辦 我們特地我們的淑華院長 我們的宜林大診所淑華院長 今天特地到下午4點 免費來做診診 那我們在現場 我們也有免費的正德按摩 還有盲人按摩 還有很多的點心可以吃 另外我們還有李戰聰老師的命禮 都是免費的 那我們還有很多很多的表演 有西江社區的 還有玉米老師 還有我們的新生國小的寒風女團 還有那個跆旋道 他們真的很棒 真的 請大家繼續的支持我們新生愛心會 我們當然就協同義營大診所 來一起共同贊助一些金額 對 然後提供一些禮品 然後幫忙做宣傳 對 然後幫忙學校啊 我們這些其實都算滿熟的 我們會一直不斷地在做宣傳 好 那希望今天兩台軍學車 希望能夠有更多更多人來捐學 除了捐學活動 現場也有盲人按摩 社團才藝表演以及議診 其中議診部分由宜林大診所 院長林舒華親自為鄉親提供免費超音波 診療服務 我從小就是看到大這樣 就是這些志工三個月這樣無私的付出 但對我也是很有 就是我覺得是很好的神教 那今天呢30週年 那我提供的我們提供的一診 大概所有的不管你是肩頸痠痛啊 你發燒那個感冒啊 發燒拉肚子 對 任何 那我們診所有很好的設備 有X光 有軟組織超音波檢查 治療 玻尿磚等等這些都有 那不收費用 大概也是最主要是感謝 就是這麼多年數十年如一日 都無償的志工們 還有這些捐學人這樣 新生慈善愛心會 每年舉辦四次的捐學活動 至今已經累積120場次 而這一次的捐學活動 總共募到331代鮮血 宜蘭新聞記者 LIVE 福星採訪報導